黑幫之猖獗 邪教之荒誕 一部電影聚焦台灣怪嚇 那麼台灣最多的所謂 他們當時的統計 都超過一千多個幫派 其實這是披著 宗教外衣的經濟詐騙 那麼就騙這個漁夫 漁婦 不是騙財 就是騙色 《鳳凰聚焦 台島黑與邪》 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 鳳凰聚焦》 一部熱播的電影 同時把台灣的黑幫邪教 帶入公眾視野 電影情節荒誕 但程度卻遠遠不及 台灣的真實世界 黑幫死事 力展大佬 跨國暗殺 引發蔣經國掀起疫情專案 黑道漂白 黑金政治 武教共主 天展大將軍等等等等 現實中的台灣黑幫邪教 有哪些奇聞亂事 又跟台灣的政治起家和運作 有著怎樣的千絲萬縷的感性 3月1日 中國台灣電影《周觸除三害》 已經二次延長上映至5月30日 截止3月31日 該電影的票房已達到6.4億 在大陸引發熱議 像以前的古惑仔時期 或者是他們的警備系統 沒有那麼完善的時候 還是應該挺普遍的 我覺得黑幫就行 好震驚 現在這個邪教還這麼猖拒 就那個邪教 我覺得人腦能被洗成那樣 但是如果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太可怕了 影片以黑幫大佬的豪華葬禮開場 這個細節原封不動的情景 再現了台灣著名黑幫殺手 劉煥榮的傳奇情節 曾經在一個葬禮上 劉煥榮連開五槍 為射死某幫派大哥 他鎮定自若地穿過人群 又回來補了兩槍 極為冷酷 劉煥榮是台灣最大黑幫 竹聯邦的要員 他曾差點一槍打死 現任新北市長侯友宜 在1981年犯下 豎起槍擊命案後 劉煥榮逃往海外 最後在日本遭到警方逮捕 於1986年3月押戒回台接受審判 是黑色或槍擊殺手 是非常符變性 台灣黑道很多 有地方型 有綜合型的 那麼台灣最多的時候 他們當局的統計 都超過1000多個幫派 是非常多 我們每個幫都有個死士刺客 他就是竹聯邦的死士 其實那個店也被高度藝術化 就是把裡面的這個黑幫殺手 拍出了狹義精神 其實未必如此 台灣的黑道勢力究竟有多猖狂呢 從這兩年台灣幫派的犯罪記錄可虧一二 2023年4月 台灣新北市接連兩天發生街頭槍擊事件 震驚社會 先是19號深夜 有黑幫分子沿路朝一輛黑色休旅車連開13強 20號 又有一名年僅17歲的少年 光天化日下拿著改造的衝鋒槍 朝著據傳是黑幫經營的店鋪 連續掃射了51槍 台灣媒體分析此案件為黑幫火拼 大白天在市區開51槍 我跟大家報告 背後牽扯紅人會 牽扯名人會 牽扯華山班 甚至超過10億元的毒品議論 這才是真正會造成 你敢這樣子開槍的主要有 幫派火拼 以前我們槍支很嚴重的 知道一個槍支很大新聞 而且如果有槍支出來 這個當地的警總 或當地的警察單位 都要負很大的責任 現在大家見怪不怪了 在蔣經國 蔣氏父子在的時候 這個社會的治安都比較好 那時候你的販毒有槍 有槍支幾乎都是死刑 那等到 因為很難拿到槍 一直有死刑 我們還是有死刑 只是到後來民進黨這些人 他們為了要去湊合 世界的什麼廢死的潮流 所以台灣有很多很可怕 很荒謬的這種殺人案 結果都沒有判死刑 在島內 黑幫犯難猖獗姿勢不斷 綁架勒索 槍擊命案 毒品走私 惡性的犯罪事件屢屢發生 從之前看到對方開門 在島外 近年發生的多起國際性偷渡 販毒 綁架與洗錢等大案中 背後均有台灣黑社會幫派組織的參與 2022年 台灣警方破獲 以竹聯邦成員為首的人口販運集團 該集團以高薪誘騙台灣民眾 付柬埔寨工作 數百名台灣民眾受害 不法所得高達上千萬元新台幣 但法院審理後 裁定主要嫌犯 竹聯邦成員李振豪和五名共犯 以二十萬到七十萬元新台幣 不等數額取保候審 我以為自己很約會嗎 晚上晚上已經沒有什麼話要講了 會不會覺得對不起這些被害人呢 2017年 台灣竹聯邦被指 與香港黑幫14K走私毒品 致菲律賓 他們在攻海上製造毒品 頭丟到北部海域 海上漂浮著一個個 寫著漢字的空箱子 實際上都來自台灣 去年 台灣黑幫竹聯邦 明目張膽地在酒店包場 連續辦春酒 高調炫富 引發輿論風波 這種畫面 我們老百姓看得會怎麼想 這種畫面 這些年輕人看得會怎麼想 那誰當警察啊 大家當黑道啊 是吧 這樣的黑道分子 可以這樣的囂張 可以說什麼 香車美人 然後這樣高調地辦這種春酒 他們的金流來源呢 如此豪橫的台灣黑幫資金 來源於何處 他們早已摸索出了廣泛的生存指導 黑道靠什麼生存案 早期我們就沒什麼說 黃豆兜 兜於這些色情行業了 那麼怎麼經營呢 其實很多地方你黑道靠什麼 你要交保護費 還有四洋的色情行業 一路行業 那麼隨著這發展 台灣黑社會 事業不斷擴大 經營什麼東西呢 工程行業 所以他還參加台灣當局走著大型工程高標 周梁幫的拆起力 一度控制了 台北市工程項目 大概一半的市場 這台幫我們講 黑幫是分層的 有的黑幫就是地下賭場 色情中心 對吧 六合彩 哈欽狗 有的黑幫就是拍電影 對吧 物流 那個建築工地 四海幫玩得特別高端 進出口貿易 銀行 金融 證券市場 目前在台灣影響最大 勢力最廣的黑社會組織 是竹聯邦 四海邦 與天道盟等幫派 他們廣設塘口 勢力遍布台灣 同時 這些組織積極向島外發展 將勢力延伸到世界各地 竹聯邦被稱為台灣第一大幫派 1953年由台北市中和一帶的 外省及國民黨軍政官員的子弟組成 活動區域觸及東南亞 歐美 號稱海內外成員達10萬人 20世紀80年代 竹聯邦憑一己之力 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 1980年 國民黨軍情局 將竹聯邦的總堂主陳其禮 招收為一名諜報員 化名鄭泰成 直屬軍情局局長汪熙玲指揮 所以國民黨與台灣黑社會 相互利用的 台灣一個作家在美國 江南 希臘比斯 蔣經國傳 當然這種書呢 當然可能就涉及到 蔣經國的評價 對蔣經國的評價有負面的東西 當時背景情況下 維護權威 維護領袖的地位 那怎麼教訓教訓這個作家呢 那當局情報信用 肯定不能出面啊 那黑社會出面是最好的辦法 所以他們就叫拆其力 現在美國把他們槍殺了 竹聯邦在美國勢力特別大 加拿大後來也勢力很大 所以台灣情報局 就想利用竹聯邦的海外關係 而竹聯邦又要尋找靠山 雙方就一拍即合 1984年10月15日 華裔美籍作家 江南在美國舊金山家中 被槍殺身亡 還驚動了美國朝野 在美國的壓力下 1984年11月12日 台灣展開了歷年來 規模最大的一次掃黑行動 即所謂的一清專案 當天 江南案主謀 竹聯邦掌舵人陳其禮被捕 其他各邦黑道分子也紛紛被抓 既有一千多人 台灣黑幫勢力受到重大打擊 哀鴻遍野 綠島監獄 一時人滿為患 然而一個低潮過去 台灣黑幫另一個高潮又出現 1988年 疫情專案的黑道分子 刑滿出獄 此時台灣正處於 所謂民主化起步之際 台灣一批黑幫大佬 藉機深入政界商界 逐漸漂白 黑經政治時代也隨之到來 黑社會實際心理要發展階段 那就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發展 以後理論會之中 為了維護國民黨之中的政權 或者壯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它把黑道引入政治權力氣息裡面 就是允許黑道參與地方選舉 參與地方議會選舉 到以後到了我們所謂的立法院 就選舉 當時還有國民代表大會選舉 所以在80年末到90年的時候 台灣黑社會逐漸步驟政壇 所以出現了一個黑經政治的現象 特別是在台灣地方議會裡面 根據統計 台灣當局的統計 有黑道背景 有刑事案件 還有其他各種案件的人 類似佔倒三分之一 你能想像到嗎 民進黨反對國民黨 一個重要的藉口 就是國民黨搞黑經政治 所以黑經政治成為國民黨 2006年失去政權的一個重要背景 2000年 民進黨以反黑經 與標榜親聯形象為口號 擊敗國民黨登上歷史舞台 但上台後 黑經政治卻如天羅地瓦 把民進黨一圈圈纏住 此前蔡英文當局的 國策顧問黃成國 就被指示台灣三大黑幫之一 天道蒙的成員 就前兩年 民進黨執政 蔡英文執政 發生的很多事件 都與黑道有關 參加黑道組織的宴會 幫忙協調各種利益 所以黑道為其依然 在台灣社會的生存發展 並沒改變 今天 就在民進黨執政以後 包括蔡英文執政以後 也有黑道有密切的關係 前一段時間 民進黨裡面有一個中常委 也是黑道出身的 就飽受媒體批評 賴清德就擔心上司選票 就把這位蔡英文 這個左右手的黑道老大 其實也不一定算老大 但是黑道的長老 就把他取消 他中常委的身份跟資格 而且不准他從事黨職 不准他從事公職 這是賴清德 也為這個事件 跟蔡英文相關處得不是很愉快的 很重要的原因 2007年 主聯邦前幫主陳其禮的葬禮 不僅有時任地區領導人 陳水扁等政客的晚聯 至即的黑白兩道人士 估計達2萬人 耗資超過2000萬新台幣 2011年 四海幫前幫主蔡冠倫的葬禮 攻擊現場 不但湧入近1500名黑幫分子 香港 日本的幫派也派員參與 更可見台當局正要致政的晚聯 像這個黑刀大佬去世 一個葬禮兩三萬人來 政商什麼高層都來 那的確挺震撼的 所以說那種你一看就知道 你很難反黑的 台灣是個選舉社會 選舉會就你每次選舉就拉票 所以你看每次 台灣黑社會的老大 葬禮 非常隆重 那麼才叫葬禮呢 不僅僅是他的兄弟 幫派的朋友 送花籃 送花圈的 台灣政黨高層領袖 不論是藍帶還是綠的 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甚至親民黨 都有高層 都有送花籃 花圈 為治理島內黑幫囂張氣焰 2024年2月19日至2月29日 台灣警方掃除了 2125處幫派活動聚集地 查扣槍械77支 這僅僅是台當局掃黑的 冰山一角 黑幫還未得到有效管制 周處除三害影射的 另一個社會怪象也備受關注 《邪教》 台灣社會的另一個陰暗處 隨著周處除三害電影的熱播 被揭露無遺 一群穿著朴素白衣的人 在禮堂裡唱著讚歌 聲稱要做新造的人 而坐在講台的尊者 給大家講著奉獻和隱忍的京劇 痰 沉 痴 是所有煩惱的根源 這些都是浪費生命的毒害 所以回過頭來 也許生命的意義 是它根本沒意義 影片中 信徒的執迷不悟令人震驚 就你看周處除三害裡的邪教教徒 都是社會邊緣人 弱者 患絕症了 就機身很脆弱 然後如果一個社會正常的救濟 組織照顧不到 那它就很容易被邪教捕獲 影片呈現的多個細節 都能在台灣數個邪教組織中 找到原形 這個尊者與信眾唱歌的段落 在影片中多次呈現 台灣邪教人物徐少龍 也極愛唱歌 2020年4月 徐少龍被捕 其惡行隨之揭露 徐少龍原名徐昊成 從1991年至2001年 他在台北 台中 高雄等地 開設道場 廣收信徒 並成立了華興靈修中心 2016年起 徐少龍要信徒提供20多歲的女兒 加入自己創建的仙女班 更離奇的是 有不少資深信徒為了討好徐少龍 奉獻出了自己年幼的女兒 母女與少龍同戀 甚至有證人稱 道場中有懷孕的女子 帶零歲的腹中女胎兒參加仙女班 在台灣 總共有35家 少龍唱片專賣店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少龍稱 新冠疫情是一種心靈疾病 只有聽她的歌 才能化解 趁機撈筋 唱歌之外都有些神力的力量 因為你被上天處罰的我 處罰 用我的歌詞就會解掉了 少龍的歌聲就如同電影裡那首歌 和新造的人一般 作用於她的信徒 一感冒就是一個月好不了 絕對好不了 然後之後跟著少龍修理以後 漸漸就是一年一次 然後或者是一年 然後都沒有感冒 很神奇 你夠聽歌 然後心裡想著少龍 成績揭曉之後 他是爭取第二名 我真的是覺得說奇蹟啦 如果少龍在台北 我們就 而且我們有活動 我們就知道 請示少龍 颱風會不會來 大概都不會來 倒因少龍而轉 徐少龍還給信徒灌輸 末日預言裡了 宣稱地球即將毀滅 錢財已無用處 誘騙信徒把財物捐獻給盜主 方可一同前往靈性世界 消災解惡 首先介紹 少龍的來歷 也就是我的元神 在天界是最高之神 同年天界 天國所有神 其實這是披著宗教外衣的 經濟詐騙組 像所謂的邪教就經常指的是變種 利用宗教元素 尤其上是要搞所謂的 現代的聖人崇拜 聖徒崇拜 台灣有個邪教有個最搞笑的手法 單方面宣佈自己成佛了 首先是宣傳一種神秘的現象 我們叫做洗腦 這裡同時我可能還有什麼東西 拖 它在這過程中 它開始都會培養這個情形 把我治病來達到什麼效果 什麼效果脆的東西 然後一傳一 二傳二 然後擴散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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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影響中間越來越大 周處除三害中 還有一個眾人抽打信徒的細節 這與台灣90年代 邪教觀音白氏天宮 也極為相似 這個鞋架的主理人蘇春甘 自稱仙佛 通過木條鞭打信徒來驅邪治病 而且每次收費至少4000台幣 動輒就超過1萬台幣 信徒會被眾人摁在地上控制住四肢 蘇春甘拿著紅布包裹的柳條 不斷抽打 嚴重的甚至還有腳踩身體等方式 打完後被餵一碗甘露水結束儀式 蘇春甘騙到最後 自己都信了 蘇春甘為其生病的父親 也採用鞭打的方式治病 用柳棍或者是用塑膠水管 那塑膠水管打下去 那痛的那個實在是 打死 所以他爸爸是後來被打死的 後來那個董蘇春甘的妹妹 他說他親眼目睹 爸爸被他們抓了 然後打打打 後來打到最後死掉了 蘇春甘把父親的屍體放在屋內 並未掩埋 屍體的惡臭召來了警察 警察在神壇後的地下室 發現了另外兩具屍體 其中一具是蘇春甘的前男友 都是被他活活打死的 一到門口 前面全部都是壺 貼滿了壺 進到裡面將近100張的壺 到處是壺 那我說他心裡害怕 因為人死了 對話都講去靈修 甚至跟信徒講 我爸爸沒有死 邪教其實本身有時候也是這樣 你跟我在一起就會得永生 或者得什麼東西 然後就 就他自己 他自己後來也相信這一套 他自己就自我內化了 這是一段 由台灣媒體報導的視頻資料 穿著白色制服的信徒 跪在地上被幹部教訓 走了嗎 錯了 錯了就給我下第一區 此視頻來源於中華日行一善學會 創辦人 聖母林新月 幻想自己能跟神仙溝通 她說 人的磁場會受外力干擾 只要聽從指示修行就能呈仙 如果信仲不服從 它會以靈魂被畜生入侵為由 用宇宙能量棒來調整磁場 不斷要求信徒捐款 還販賣這支售價5000元台幣的 宇宙能量棒 為了掌控信仲 林新月常以驅魔等各種理由 命教徒將違反教條的信眾 打到遍體鱗傷 受害人2歲至80歲不等 一名26歲方信女信徒更是被打死 說那個林新月就是很惡毒的地方 它就是要叫我女兒來打媽媽 然後讓我們彼此產生的怨憤 讓仇恨之後越來越加深 讓我們越來越進行 在台灣荒誕至極的邪教事件不計其數 媒體曾經報道多個在台灣 引起極大名分的案件 日月民工案 被洗腦的一位母親 跟協同教主與教友 一起掠死了自己的親生兒子 寶貝銅殺案 教主經濟順 不但騙取信徒金錢 還提倡用暴力解決問題 直接殺了兩人 我們宗教都是善的嘛 就安慰人心靈嘛 用追究嘛 是吧 所以一般都是善的東西 但是說你走上邪教的領域 就走上惡的東西 它為什麼這惡的東西 還能得到支持呢 因為它有煽毀性 有迷惑性 有神秘性啊 邪教猖獗與台灣宗教發展 存在一定關係 1987年7月15日 在台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 被解禁 政治鬆綁 蔓延到宗教領域 曾經受到取締的宗教團體 也陸續解禁 台灣地區掀起了一股 新興宗教熱潮 各種宗教團體 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根據台灣內政部的數據 從1986年的78個 到2004年的1062個 島內向各級官方登記註冊的 宗教團體數量大幅增加 但隨之而來的 也出現了宗教亂象 其實在台灣社會 宗教非常發達 它宗教之間彼死競爭 台灣有很多大教 就是我們講相對正規的 像佛教 道教 基督教 所以對這些邪教 也起了一定程度的意志 因為它放鬆管制以後 就很難治理 應該是86年以後 它基本就不怎麼管制了 據統計 全台灣登記在岸的宗教建築 多達12142座 如果加上未登記的社區小廟 和家中神壇 估計有10萬間 報道稱有信徒因為欠香火錢 被廟內的打手活活打死 台灣很迷信 它有2萬多個廟 有2萬多個廟 廟什麼 你隨便在家裡 迎個什麼廟來 一個公寓 你就可以下面弄起廟來了 那燒香 燒煙 那個一二樓 三樓被燻得要死 以前台灣還是平房還可以 現在這個 所以台灣這個迷信的文化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我們又說台灣不是宗教自由嗎 所以 可是你這個宗教自由中間 你還是有不能去 叫你信哪個東西 你偶爾捐點香油錢可以 你每次叫你來捐香油錢 越捐越大 越捐越大 甚至叫別的利益 就是亂搞 搞女人 這都不行的嘛 2020年 徐少龍已涉詐欺 性侵等多項罪名 被逮捕關押 警方在他的家裡 查扣了8000萬台幣現金 2021年 徐少龍突發心臟病 最終他被保外就醫直到現在 打死三人的蘇春甘 在法庭上仍不悔改 最終被判死刑 而聖母教主林新月 在2019年被逮捕 經六次延遲收押後 以100萬台幣聚寶停壓 宗教亂象不斷 而當事人只有犯下具體罪行 才能被台灣當局判定為邪教 司法體系 價值觀的變化 縱容了這些宗教現象 誰這些騙死還騙誰現在的垂在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資料嘛 就是說宗教的周飛也發生了 也法律起受了 可是司法判決 在我們看來就不可思議 他認為他沒有違法 他都是現在垂在的 所以他就沒有詐騙 他有合理性啊 他有人權啊 所以這種司法對他判決的 縱容 寬容 是對台灣宗教走上騙測騙測 心靈救贖 救贖了 現行越來越嚴重 周處除三害仍在熱映中 當電影情節照進現實 報導台灣的黑幫與邪教亂象 能否給台當局敲響警鐘 細研究台灣的立法和政策 確實有漏洞 當年跟隨登島的糟粕漏襲 在制度亂象中 深根發芽 到現在仍然難以根除 種種亂象 旁觀者當故事甚至笑話聽 但身處黑幫 邪教環境中的不少人 卻是無奈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 鳳凰聚焦 我是陳寗 再會 全新錄製